大家好,我是孫敏,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是雙非烏雅 先講講股情況,今天港股是反覆的 雖然波幅不大,上上落落的 早段都是牛皮皮的,跌過下又升過下 最後全日都是少少進漲,其實收市前都是跌的 後來又升回頭,最後升11點 收24,399點,成交1,017億,比昨天少了 今天的市場能夠升過下,最後升少少 多得騰訊,今天升10銀 440元,2.3%的進漲,遠遠跑人大市 只不過電訊股就一般,中資電訊股 包括聯通以至中移動都是向下的 其中聯通的跌得多一點,3.6% 拖累的市向下 好了,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場就剛才提過了 上上落落的,沒有方向 最後全日都是11點進漲,成交又縮 昨天明顯多一點,今天再縮200億 明顯了,這個可以說成反覆,牛皮的市場 沒有方向的市場 為什麼沒有方向呢 如果從消息面解釋,就可能跟接下來兩會舉行 明天開始舉行 大家都期望這兩會有什麼新的說法出來 特別是經濟方面,有什麼經濟的措施 以至有什麼國策期待,會不會對市場造成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重磅的業績 雖然不是成份股,但也可能影響到成份股 以至整個港股投資氣氛的業績 包括小米,以至阿里巴巴都會出業績 大家均勻,可能這樣的情況之下 令到今天的市場沒有什麼方向 但是沒有方向之外,其實我自己覺得 市場有一點點偏向淡一點的傾向 原因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個,當然要說回疫情的情況 昨天,幾多節目看到 之前那晚,美股因為疫苗 有V,有疫苗的憧憬狂升 美股看到的導致,升成900點 因為疫苗憧憬 誰知道,星期一還說到好行的疫苗 今天有曙光,經濟會回復正常 生活過了以前的日子 誰知隔一天之後,大家的看法又完全不同了 和我昨天節目提到的說法一樣 都是有憧憬和現實 星期一是憧憬,昨天是回到現實 現實,大家覺得疫苗未必會說得那麼厲害 因為從幾點去講 起碼第一方面,他出來公佈的 透過新聞稿去公佈,不是科學期刊 比較認真一些的 科學性一些的刊物或場合 或是渠道去公佈 而是透過新聞稿公佈 大家對他的公佈結果已經有一點懷疑 而且從他公佈,沒有數據 起碼沒有大家覺得很重要的數據 是欠奉的 亦都是令大家對這個測試結果 所謂臨床第一階段的測試結果 是有點質疑 加上CDC本來是一起去搞的 而後來CDC,美國的疾控中心 並沒有跟他一起出來說過成果 令大家擔心這個疫苗 是否究竟是這麼厲害 是否真是神效 開始有疑問 結果美股就向下跌 昨天跌至390點 有明足圖出現一個新懷六甲的利淡走勢 這個疫苗的情況反映了 其實憧憬和現實的關係 就出現矛盾了 除了疫苗之外 疫情也有現實和憧憬的矛盾在此 其實大家如果覺得 看到這麼多國家 老老老重慶經濟 就開始覺得經濟 以至生活回復正常的同時 其實你實際看到很多數字都是一般的 特別是看到某些國家 現在復科出現 立即感染數字上升 包括法國、南韓都是這樣的情況 其中法國 一個星期前復科 沒多久已經70個跟學校有關的感染幹出來了 有些學校七間要叫停了 換言之 疫情方面仍然反覆 不太有利 股市進一步因這個憧憬而向上 第一角 第二角就跟技術走勢有關 無論是現在看到的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都發覺高位是明顯受制 雖然兩地股市完全不同 但都是受制於相約的指數 港股受制於24855 至於導致受制於24764 約一百點左右 四月底的高位都是壓住這兩個指數 令到情況值得探望 除了這兩個大的指數是高位受制的同時 大家會認真地看看不同的成分股 發覺其實港股能夠扯上去 這段很大部份的功勞歸功於騰訊 剛才說了騰訊今天再升2.3% 帶動港股得意 一輪反覆之後升11點 你見到騰訊已經明顯升穿了四月底的高位 之前說過 這個不太標準的頭肩底 無論如何 不標準也好 它的走勢相對整個指數來說是向好 因為起碼升穿了之前的高位 四月底的高位 但反觀其他 撇除了騰訊之外 其他成分股的走勢 是一般的 這就可能成為拖大肆後腿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包括甚麼呢 這就是見到聯通 已經跌穿20天線了 走勢是弱的 有邦也是 有邦之前一直形成下降通道 今天其實理論上抽穿了上去 但收就收回貼上下降通道的頂部 令到突破就成 加上他仍未突破 綠色戰爪指著 這是甚麼呢 就是之前的高點 反彈一邊下來 跌浪一邊反彈的高點 一邊一步一步向下 換言之他未突破這個高點 換言之 一浪低一浪的走勢 並未逆轉 無論是反彈的高點 以至下跌的低點 仍然是維持一浪低浪的走勢 換言之 有邦都是不配合 最近恆生指數的上升勢頭 另外的重房股 都不能不提 就是匯豐 匯豐見到 一直形成下降通道 資金還未上破 反而今天跌成2.5% 成為市就不能夠 還有明顯做好的重要拖累 今天一個陰竹跌了下來 走勢是弱的 加上中移動 又是跌穿了低位 去到越跌越多 地產股這些所謂的舊經濟股 一大堆都是拖著市後腿 只有騰訊頂住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恆生指數自己 今天再出現少的陰竹 有些手有些腳 這兩支陰竹合成雙非烏雅 雖然不算是很教科書籍的雙非烏雅 但是看到這樣的走勢 都可以當作雙非烏雅走勢 雙非烏雅是弱弱的 特別是怎樣的情況呢 特別是在升近前浪頂的阻力 一個是剛才提過的248-55 另一個是2476-700水平 24700水平的先後 兩次見到這個高位 迫近都不能夠升穿 而且形成雙非烏雅格局 走勢是偏淡一點的 但是會正式轉淡 關鍵是留意著 第一就是20天線 就是粉紅色這條 另外更加重要就是上升列口 就是5月19日做出來的 上升列口介乎23952至24314 粗略說是23900至24300 這就是上升列口 如果明天出現陰燭 再補回部分上升列口 就會形成一個雙非烏雅格局 所以大家留意著 明天就很關鍵 如果出現陰燭 就是恆生指數轉弱 再次向下考驗 區間底部的契機 區間底部是23500至23600之間 大家留意著明天 會不會出現陰燭 然後再補回部分列口 時間關係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